来到穗西县 这里种了成片成片的仙人掌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仙人掌之上 结了很多诱人的红色果子 夜幕降临 灯光亮起 浪漫的夜景 只为新艺人们前来参观吗 树极红色果 杀羊懒舵虫 马上播出 敬请收看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为了向大家呈现很多精彩有趣的节目 我们需要走进很多地方 去涉猎新奇的事情 并以此探明事实的真相 这次在拍摄地 我们发现当地种了非常多的仙人掌 在这仙人掌上还结了很多果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仙人掌 观众朋友们猜一下 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呢 火龙果 火龙果 美都白狗好 好吃吗 又滑又甜的 很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 我家里经常买的这个东西 清甜多窄 风味多大 好好吃 没错 观众朋友们 他们吃的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 红心火龙果 来到穗西县 这个坐落在湛江市的一个美丽的小县城 这里浓郁的热带风情让人沉醉 在这个火龙果种植园 红心火龙果的味道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然而我更好奇的是 红心火龙果红色的枝叶 对人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吃红心火龙果的时候 嘴巴 包括手上软红的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红心火龙果它里面 含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就是胡萝卜瘦和发青瘦 这两个东西对人体都有好处 因为这两个东西 它最大的态点就是什么 是抗氧化剂 就是对人一点外海都没有 大家放心大胆地吃 经过老师的科普 我心中的疑虑逐渐打消了 来到这片火龙果种植园 在李景双大哥的带领下 我将与大家一起探寻 穗西县红心火龙果的奥秘 大家看 它这个火龙果的叶子 特别地厚实 特别地肥大 而且很漂亮 那这个火龙果呢 鳞片也是非常美的 在我看来 火龙果枝条和仙人掌很像 这是因为火龙果是仙人掌科 凉天齿属植物 原产地在巴西 墨西哥等美洲热带沙漠地区 它是一种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水果 火龙果的植株是没有主根的 侧根分布在浅层地表 但它有很多气根 所谓的气根 是指暴露在空气中 不与土壤接触 可以向上攀缘的根 要不再一个尝一下 我们碎碎火龙果的味道如何 好呀 好呀 谢谢 请我吃这个碎溪的火龙果 我当然是很开心了 还没有尝过 我颠量了一下 这份量不轻 而且这个个头也是很大的 它这个鳞片是紫红色的 因为一般的这个火龙果鳞片 会是绿色的感觉 但这个完全是紫红色的 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 它是非常的美观的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拨开尝一尝 大家看到 拨开之后 这个火龙果真的非常的鲜艳 已经把我的手都染红了 我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会 看看味道怎么样 真的好甜 而且这个果肉特别的厚实 也特别的脆爽 它里面这个颗粒 你看也特别的饱满 对吧 而且这个汁 果汁还是很丰厚的 都要流出来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颜色 是特别特别特别紫 诱人的感觉 鲜甜多汁的火龙果 想必大家已经看得流口水了 那么它究竟有多甜 接下来 我将会用一组数据告诉大家 那我现在准备了一个糖度计 为大家直观地来测量一下 红形火龙果的糖度 到底有多少 在测糖度之前 我先来给大家切一个 大个一点的火龙果 这个果肉感觉特别地结实 拿勺瓦一块 放到这个糖度计的测糖的部位 看一下它的数值是多少呢 22.1 22.1这样的一个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这样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非常熟悉的一款饮料 那我们都知道 它的味道是很甜了 用糖度计测一下 它的糖度是多少呢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饮料 的数值是多少 10.9 太不可思议了 这足以证明 我们的红形火龙果 还是非常甜的 在我看来 有多种因素 影响着火龙果的口感和品质 不过我的疑问 还是得要李大哥来解答 您这儿的火龙果 是什么品种啊 金土一号 这个品种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吗 这个品种主要是果大 耐放 耐用素 金土一号红心火龙果 紫皮红肉各大味甜 抗病性强 而且适应能力很强 火龙果只有在它 适宜的环境下生长 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然在这过程中 栽培方式也对它 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在李景霜的 火龙果种植基地 我却发现了一种 奇怪的现象 李大哥我知道 火龙果的栽培 栽培是需要水泥柱的 我在咱们园子里面 没有看到水泥柱 而是看到了这种架子 火龙果以水泥柱 柱式栽培最为普遍 但是这里的火龙果种植 是以钢管搭建的 三角性排式栽培为主 架子的话 它是通风透气 水泥柱的话 可能枝条太多的话 会导致不通风 还有阴枝比较多 李景霜所说的阴枝 是指阳光照射不到的枝条 阴枝过多 枝条不容易长出花苞 不利于火龙果的生长 李景霜的火龙果种植园 在不断刷新 我对火龙果的认证 其实现在我们了解的 还远远不够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个园子里面 放了很多这样的灯 那么这个火龙果园 为什么会放这么多灯呢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还不到揭秘的时刻 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我自然会为你们介绍答案 在灯光的映尘下 夜色更加美丽 那为什么晚上的时候 火龙果园会打 这么多漂亮的灯光呢 最初在我看来 是李景霜想要给火龙果园 营造一个浪漫的夜景 信游客前来参观 当我深入了解后 发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晚上的景象好壮观呀 特别炫 这里晚上为什么会开这么多灯呢 会有什么作用吗 其实这个灯我们主要是做来 让来诱导它 可以反季节挂果的 那这个灯是普通灯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那这个就是普通的二楼一地灯 主要是反太阳光的吧 我们知道在大棚里 才能见到反季节蔬菜和水果 但这里的火龙果是露天种植 它的反季节挂果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经过详细了解发现 原来这是一种火龙果补光技术 是利用灯光进行诱导 一亩地补160盏左右 瓦数为15瓦的灯 从而调节火龙果的生长周期 这个火龙果它是长日照周 就是说火龙果在一定的光照情况下 它就容易开发结果 因为火龙果的光照时间 超过14个小时 它就会发芽分发 因为我们那周拌的 它拌了到了9月份 10月份以后 它的光照时间会收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增加光照 让它有营养生长 一直保持开发状态 所以我们一般补光 是在9月份开始补光 如果不给火龙果补光 正常状态下 它的开花结果时间 在每年的6到11月份 随着补光技术的普及 在光照少的春秋冬季节 为火龙果补光 可以让火龙果一年四季开花结果 这朵美丽的火龙果花 它特别的漂亮 而且纯白无瑕冰青郁节的 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闻一下 嗯 还挺香 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火龙果花是昙花一现 它和昙花有着很多的渊源 都属于仙人长科的植物 所以它开花的时间 应该特别短 对吗 李大哥 对啊 火龙果花在夜间开放 开放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 在第二天七八点钟之前 便会凋谢 现在正值采收期 火源的采收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着 大家看一下 这个火龙果枝条有很多的刺 虽然这个刺不太齐眼 但是这个刺扎上去还是很疼的 很有刺痛感的 浑身带刺的火龙果枝条 让我在采摘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小麻烦 那么能把一颗火龙果采摘下来 需要什么诀窍呢 给我示范一下 这火龙果应该怎么采摘 我示范是不是 这个果就已经熟了了 要偏薄满红一点 这个都还没有熟 还有带点青的还不可以采摘 就是看颜色 对 看颜色 你看它全部是大大的 盐盐盐盐盐盐的 是采的了 熟了了 采摘后的火龙果 工人会进行分级 统一包装后 便会发往全国各地 由于红芯火龙果的产量逐年增加 除了作为鲜果出售外 近几年火龙果产品的身加工 也在不断研发 火龙果饮料 酵素 以及化妆品 正不断受到消费者关注 因为火龙果资源的丰富性 在岁西当地 衍生出了很多火龙果的美食 主要以甜品为主 我们带了一款美食 为何却让路人大惊失色 这种长相奇怪的虫子 究竟是什么 别看它柔柔弱弱 却对生存环境 有着非常苛刻的选择 想要挖到这种虫子 到底有哪些诀窍和方法呢 虫子做成的美食 在当地有着响当当的名声 当美味呈现 它会带给人怎样的感觉 树结红色果 杀羊懒惰虫 马上播出 敬请收看 火龙果 今天我要随机采访几位路人 你们好 在没有揭晓原材料的情况下 大家的答案五花拔门各有特色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这个下面的盒子 就是这个东西的原材料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生的活的什么样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呀 就是那种海肠 就是感觉跟它长得好像挺像的 这个东西 杀虫之类的东西 在这些路人当中 只有一个朋友猜对了答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我将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碎溪县西南部的草潭镇 我们从城区一路向西 离大海越来越近 在那里 我们将会意读它的真实面目 潮汐退去之后呢 这里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海滩图 那大家看到远处有几个渔民啊 我们今天要找寻的答案就在那里 走 跟我过去看一下 据说这个虫子啊 就是在这片滩图之下 草潭镇坐落在雷州半岛西北部 濒临北部湾 海岸线绵延达23公里 在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 每天潮起潮落 沿线的滩图资源也十分丰富 大姐 你好 忙着呢 挺辛苦的 这就挖上了一条了 我来拿一下摸一下 有点紧张啊 拿到它的时候 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很绵软 非常绵软 它这个时候挺乖的 它在我手上也不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虫子很像蚯蚓 但是它比蚯蚓的个头大很多 它还在我手上在蠕动 它一动的时候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特别紧张 我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虫子呢 是呈浅紫色 而且呢表面有那种方格状的纹理 它有一个特别符合它气质的名字 叫沙虫 沙虫学名翻格新虫 它的形状呈长筒形 全身光裸无毛 它的一生雍雍蓝蓝 行动缓慢 主要生活在沿海滩涂的沙地里 是一种很有名的海产品 沙虫的原原原价值主要是 它这个高蛋白 低肌肤 这个胆固醇也很低 沙虫肉质脆嫩 味道鲜美 富含蛋白质和钙磷铁等营养成分 在草坛镇 多年来 渔民就有赶海挖沙虫的习惯 不断采挖 导致野生沙虫资源逐渐萎缩 从1998年开始 当地开始进行人工投苗 规模化养殖沙虫 每年投放沙虫种苗的时间 主要集中在清明节前后 每亩投苗50公斤 规格为1公斤400多条 一般六七个月后便可以收成 所以我们现在挖到的 大多是人工养殖的沙虫 为了让大家更清晰 深入详细地了解沙虫 我身边的这位陈大哥 就是专业养殖沙虫多年的人士 他已经跟沙虫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了 陈大哥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沙虫有没有眼睛 嘴一类的 沙虫没有眼睛 举巴它还是有的 前端 我们身份前端它有稳步的 但是它那个稳伸出来的时候挺漂亮的 你看 对对 沙虫身体前端有一个细长可以伸缩的稳 稳步一前一后的伸缩 主要靠它来设食和钻动 柔软的沙虫慢吞吞地吃进沙子 它主要以沙子里的底气硅枣和有机碎屑为食 进食结束后 再将剩余的沙子排出来 你知道它的排泄器官在哪里吗 那肯定是在尾部吧 不是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不以为沙虫的排泄器官 是在尾端 其实不是的 那在哪 你看它在这里 你看到吗 这是在离稳步很近的地方 对有点黄点 黄点在上面呢 对对 它是靠近嘴巴了 原来沙虫的身体构造如此特别 它的缸门竟然长在躯干前端的背面 草坛镇拥有海滩图近一万五千亩 独特的海域环境 为沙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水池这个地方呢 比较特别 它是这个九州江河口 和这个海面的交汇区 这个生物肥料比较丰富 盐淡水交汇 日水体交换量巨大 为沙虫的生长 带来了丰富的耳料生物 这里生长的沙虫 不需要投喂任何饲料 那么我更好奇的是 这里的沙子翻开 为什么是黑灰色的呢 我从陈老师那里了解到 地表之下的沙子呈黑灰色 是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 海流和潮汐 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沙表层受潮水冲洗 没有颜色 而垂直于底层的沙子 富含矿物质和有机质 经过常年累月 营养物质不断积累 各种枣类在此生长繁衍 沙子变得非常肥沃 自然而然就呈现出 黑灰色 沙虫一旦离开 适宜自己生长的环境 行动便会更加迟缓 沙虫一年四季都可以采瓦 每天潮汐退去之后 海边的渔民便开始了辛苦的劳作 挖沙虫的大姐们动作娴熟 锄头刨开沙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技巧和速度决定着他们一天的收入 大姐 我看您都挖了这么多了 它这个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一片贪图地 你怎么才能找到挖沙虫的地方 有眼啊 看它的眼睛啊 有经验的渔民 都是看沙地上的虫洞 沙虫所在的洞口呈现花瓣状 只要认准洞口 就知道沙虫所在的位置 来 我试试 您指导一下我 来 试一下 我有点不太敢挖 我怕砍到这个沙虫 不会砍到这个沙虫吧 沙虫一般会潜伏在距离地表 四五十公分的地方 正是因为它栖息在滩图深处 长潮的时候才不会冲得它到处都是 在即将挖到沙虫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股水柱冒出 这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以免铲断沙虫 影响品项 沙虫长到十厘米左右 便可达到上市规格 如果比这小的就要放回沙里 让它继续生长 完了 我给放跑了 太有成就感了 我挖到了一条 就是你速度要是慢了 它就会跑掉 所以一定要就是看准了 那个仰就马上把它揪出来 对我来说 挖沙虫实在是个利器货 我们挖到的沙虫 要马上放到这个箩筐里 沙虫专用的箩筐里 如果要是放到摊涂的表面的话 它就会马上钻进沙子里面去逃跑了 沙虫虽然比较懒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它的实力 我们把拍摄的镜头快放十倍 能清楚地看到 沙虫钻进沙子里的行动轨迹 所以如果没有箩筐 想要再抓住它 就要费些力气 因为人工投苗 大大提高了沙虫的成活率 一亩地的沙虫产量在250斤左右 为渔民带来了不小的回报 新鲜的沙虫不易保存 采挖后的沙虫 会被立即送往附近的收购点 在那里 沙虫会被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处理 我们刚刚挖出来的沙虫 被迅速送往这个加工厂 大家也看到了 我身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正在非常忙碌地处理着沙虫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人 在不断地往这里送着沙虫 大哥 您好 你好 今天送了多少斤沙虫过来 送了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啊 是吧 一斤大概的收购价是多少 是35块钱 35块钱 两百多斤 那这一天也得能 七千来八千这样子 七八千 您是岁西当地人吗 是啊 我是岁西县 南洪村的人 您这一个月每天都在挖沙虫吗 它会根据那个潮水进退 来决定的 应该一个月的话 应该有二十五天能工作 效率还挺高的 还可以 因为沙虫已吞食沙面上的有机物为生 体内难免会有沙子 前期处理要将沙虫的内侧翻出来 清洗干净内部的沙子 再经过清洗 浸泡 烘干等加工工艺 加工程的沙虫干便已保存 销售 销售不受地域条件的限制 埋到的沙虫干用温水泡发 十分钟左右 沙虫干泡软后 剪掉沙带 洗净沙虫干表面残留的沙子 在碎西 沙虫作为农家乐餐厅里的常客 沙虫做成的各种美味一定不容错过 沙虫经过多次淘洗干净 海边人家只用最简单的方式 便能还原沙虫本身的鲜味 蒜蓉蒸沙虫在碎西具有响当当的名声 泡软的粉丝垫底 均匀马放好沙虫 放上调制好的蒜蓉 青红椒点缀 让这道菜的颜值持续增加 不需要放太多佐料 大火蒸两到三分钟 沙虫的清甜和蒜蓉的辛辣搭配 在舌尖上碰撞出美妙的火花 除此之外 我一定要给大家强烈推荐的一道菜 就是甘炸沙虫 它的具体做法您可以在家里尝试 在沙虫上放上白胡椒 面粉 以及鸡蛋轻搅拌 最后将每条沙虫均匀裹上淀粉 油锅烧至七成热 将沙虫下油锅 两分钟后便可控油捞出 这道菜配上椒盐 酥酥脆脆更为爽口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味道的 就是它很酥脆 但是它还不失本身的那种韧劲 所以整体的感觉是脆爽而有嚼劲 我从体验挖沙虫的战战兢兢 到克服内心恐惧 与它亲密接触 发现沙虫其实并不可怕 它虽然难看 但没有任何攻击性 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中生存 频繁又让人惊喜 这几天的碎溪之行挺让人难忘 诱人的红心火龙果依然填在心头 沙虫鲜香的味道依然在舌尖营绕 它们的生长和生产过程各有特色 对于更深层次的探索农产品附加值 相关部门还在不断做着努力 希望未来碎溪县的农产品 能更多地走进千家万户 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